全球移动操作系统 除了谷歌的安卓和苹果的iOS 现在还有华为的鸿蒙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出现了原生鸿蒙的字样 标志着从现在开始 我国首个国产的移动操作系统 正式面向所有消费者进行公开测试 这也是我国信息产业的重要突破 更精致 更流畅 更智能 更安全 鸿蒙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升级 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因为有了自主性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有效地解决安全性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用户的数据 保护得非常好 网络连接保护得非常好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原生鸿蒙发布意味着什么 非常好 观众朋友 何人收看这代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如果您现在出门只能带一样东西 带什么呢 肯定是手机 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灵魂了 而手机的灵魂是什么呢 是它的移动操作系统 我们知道很长时间以来 市场上比肩而立的两大操作系统 一个是安卓 一个是苹果 但是昨天晚上 世界上第三个独立的移动操作系统面世了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昨天晚上在深圳的华为原生鸿蒙操作系统的一个发布的现场 从这一刻开始 不再是之前大家所说的这个安卓套壳了 而是纯血鸿蒙 是包括它的内核在内纯纯的国产 那么纯血鸿蒙它的成色到底怎么样 它未来的应用的空间会有多大 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 在使用的体验上会有什么样的提升 我们的鸿蒙未来能够和安卓 苹果三分天下有其一吗 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先来回到昨天晚上的发布会的现场 昨天华为鸿蒙操作系统迎来诞生以来的最大一次升级 华为原生鸿蒙系统正式发布 昨天发布会的现场吸引了近5000人参加 有原生鸿蒙系统的负责人 工程师 也有未来要与此系统合作的各个应用企业 我们大家知道长期以来这个操作系统主要是被美国说主导的 这个无论是电脑的操作系统还是手机的这个操作系统 此次发布的原生鸿蒙系统完成了从操作系统内核 文件系统 编程语言 编译器 编程框架 再到AI框架和大模型的全站字眼 成为了我国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移动操作系统 同时 在全球范围内 也是继苹果和安卓系统之外 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 而在此前已经发布过的鸿蒙系统 都使用了部分安卓系统的开放源代码 我们的性能全面跃升 因为我们全新的系统架构 我们的深度整合了软硬云的生态 让流畅度提升超过30%以上 还有我们这个全新的分布式总线 我们实现了跨端的协同 这个自然无感的 这就是我们全场景体验 再升起 连接速度快三倍 连接能力 连接数量快提升四倍 功耗降低20%以上 信息显示 此次发布的原生鸿蒙系统 与安卓 苹果最大的区别在于 采用分布式架构 能够实现跨设备协同 开发者可做到以此开发多端部署 这也源于鸿蒙系统的最初 就是针对万物互联而设计 今天我们鸿蒙超市系统 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是 一个超市系统解决所有中端的使用场景 包括处理能力很强的 像我们的PC 我们的平板 内存大的 处理的手机等等 还有我们像我们的手表 还甚至我们的耳机 这种内存小 处理能力弱的 还有我们的工业的设备 广大的IoT设备广泛的 这样的话都能够运行一个鸿蒙超市系统 而且我们实现了一个系统 统一生态 打通多设备 多场景 实现了服务和信息的自由流转 10月22号 支付宝鸿蒙原生版也迎来一次升级 首次在鸿蒙系统推出碰一下支付 在这个版本中 数百万支付宝小程序和100多种生活服务 正在为消费者带来支付衣食住行等场景的生活服务体验 而且整体性能相比Hermany UI 4.2提升15% 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超过15000多个鸿蒙原生应用和原服务上架 覆盖18个行业 通用办公应用 覆盖全国3800多万家企业 其实我们有10年的时间走过了别人 30年 40年走过的路 手机的续航 安全和隐私保护方做得非常强 版本每天都在迭代开发 所以这个更新进步非常非常快 我们再用两三个月的时间 可能我们这个鸿蒙原生的整个生态能够走向成熟 鸿蒙的诞生真的是不容易 从2015年立项到现在10年期间 华为一共投入了2万多名的研发工程师 如果再加上上万家的应用合作伙伴的话 一共是几十万人的投入来共同构建的 那么我们都说它是我们国家这个第一个 实现了真正自主可控的移动操作系统 那么鸿蒙的它的这个突破到底在哪里 特点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马上来连线华为中端云的服务首席战略官林正辉 林总您好 我们都说这个原生鸿蒙它是第一个 我们实现了这个自主可控的一个移动操作系统 那这个自主性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我先简单解释一下操作系统是什么 这个操作系统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人体的各个器官 或者器件连起来 这是血液神经跟你的大脑 可以这么简单这么比拟了 那这个系统以前我们整个都是用别人的语言 就是我们的编程语言内核就相当于人的大脑了 那基本原来现在的安卓也好 我们基本上是别人包括Windows的 就是我们的电脑了 基本上是建立在别人这个开发的系统 这样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大家可以用的 那这次鸿蒙操作系统呢 就把整套系统我们都自己这个研发的 那这个系统我们刚才讲过了很多年 就这个图上讲的这个各层的技术了 实际是都我们自己研发 就是没有别人的这个代码 版权也是我们这个自由的 那现在鸿蒙已经被称为是继苹果和安卓之后 全球第三大的独立的这个移动操作系统了 那么和苹果安卓相比的话 那鸿蒙现在它的优势或者说特点体现在哪里 我们和另外这两个操作系统相比的距离又在什么地方 首先这个鸿蒙操作系统是 我们是比人家迟了很多年才研发了 所以它首先我们把历史上它们存在的问题 我们足以可以优化跟解决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操作系统 原来是PC一个电脑一个操作系统 手机一个操作系统 手表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冰箱一个操作系统是吧 那鸿蒙呢就是一个操作系统 可以让大大小小或者复杂简单的设备变成一起 那这个是对未来的生活影响非常大的 因为每个人原来只用一个手机 现在你的灯啊 你所有的周边设备实际是都有相关性的 就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里边 你要得到一个好的服务 是周边设备的协同性的很关键的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万物互联的时代到来 那鸿蒙第一个优势就是 我们一个系统可以解决所有设备的这个需求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给开发者带来的好处了 消费者就很方便了 因为这个刚才讲的血液了或者大脑 他们之间的协同 你可以电脑到手机 手机到这个手表 它自然的流转 你就会感觉很舒服 你该在电视上看电视 该在手机上看啥 它就自动的 这个呢就是这个给消费者带来的 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了 另外对于开发应用的人来讲呢 就更大的优势了 这个呢就是它不需要为手表开发一个应用 不需要为手机开发 用电脑开发一个应用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 因为未来都是智能时代了 那智能时代呢 就是设备的协同更重要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鸿蒙跟苹果跟安卓相比的这个优势 就是更面向未来 这个智能化的这时代 就像您说的 我们可能在 虽然晚 但是我们有了后发的优势 在昨天发布会上呢 对 就是后发优势 是 像您说的这个 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了后发优势 但是在昨天发布会上呢 相关的负责人也说了 我们是用十年的时间 走过了别人可能二十年 三十年走过的路 那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包括您觉得在整个鸿蒙研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克服了哪些主要的难点 那个操作系统的技术呢 就是客观来讲 它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就是等于这个结构是确定性的 但是以前我们都没有把这当成自己去做 都是都美国这个 这个美国操作系统主导全球了 那我们这个因为被美国制裁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被逼上这条路了 去研发 但是我们发现又做这事呢 实际上是很难的 但是有很多人跟我们一起干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高压的 这个求生存的压力底下吧 我们确实走过这个很不容易的路子了 包括这个芯片的制造技术受限了 所以在余总在讲里面 我们就卵硬云芯片 又这个垂直整合 那像这些就是我们在基础技术上的突破 就刚才我讲第一个例子 像人的大脑的这个调控这个方法 那我们可能这个作业方式就是做了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这是非常难的 是从科学最基础的数学上面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这个解决了之后呢 那原来我们没有不觉得需要 那现在觉得非常必有 那我们就把这次给做了 所以他讲人家是如果从整个操作系统 那就是三四十年 但是从手机 智能手机系统那就是07年开始到现在 那我们是用很短的时间把它解决了 那实际上就是很多专家也在说 作为一个操作系统来说的话 它不是做出来的 它是用出来的 也就是说它的成败的关键 不只是说我有 而是说要让更多的人去用 那么这个生态是不是目前鸿蒙的短板 我们未来怎么来去建造一个更好的 这个鸿蒙的生态权 好 我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是用出来的 因为现在哪一个手机 以前的功能手机 或者大哥大 你拿了就按几个按键拨号就完了 现在手机已经是你所有想干的事情 它是可以这个 可以说就万能的工具了 你想办什么事都要通过它 是吧 那这个它是啥 就是上面的APP我们叫做应用 所以你拿到手机 一个手机光秃秃啥都没有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手机 是再好的手机也没有用 没有应用 这个手机就再好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生态的概念 就是上面有每个消费者 需要的应用都有的下载 不一定要下载 都有的用 这个手机才是有用的 那这个就是生态的这个概念 那华为能够把底下的硬件 操作系统的技术做上来了 但是上面的应用 华为是不可能的 是完全不可能做的 我们只能做功能APP 就你上面打开的电话 短信 时钟 闹钟 什么应用市场 对吧 但是里面要装啥呢 这就不是靠华为 就靠社会 另外用 就是靠用户去不断地用 它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 创造出这个需求 让开发者去愿意开发 这样的应用 它就形成一个飞轮 就是开发者越多需求 消费者越多需求 开发者就愿意去开发 越多的应用 像以前没有收音机 不能有电筒 是吧 那这以前都是靠硬件 现在是靠应用 所以鸿蒙生态的这个发展 最关键 就是应用的丰富性 就是你想用下载什么 你要用银行 所有银行都有 你要办政府的事 政府的应用都有 你要看电视 你要听音乐 看直播 买东西 这都是各种APP 那接下来就是社会 各方各面来参与跟共建 特别你上班那个应用 你上班公司里边 或者是政府里边 那个处理内部事务的 那个上班工作那个APP 如果没有这个手机 你就下班 上班的手机用不了 所以这些就全部 华为就不可能 只有靠社会 各方各面来参与 而且各方各面来共建 才能实现的 好的 谢谢林总 我想也会有很多的消费者 在等着 大家在自己的手机 自己的iPad上 早日的用得到鸿蒙 那现在呢 鸿蒙已经这个自立门户了 接下来它要长高 要变强 是不是可以真正的 未来在全球市场上 能够三分天下 有其一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鸿蒙操作系统 是继谷歌安卓系统 和苹果iOS系统之后的 第三款操作系统 虽然发布时间 落后于前者十多年 但它现在已经成为 中国操作系统市场的 Top2 品牌认知度高达91% 开发者数量高达675万 鸿蒙于2015年立项 起初针对物联网设计 比如自动驾驶 和工业自动化等场景 2019年8月 也就是美国政府 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开始实施严厉制裁的 三个月后 华为正式发布了 面向手机端的鸿蒙系统 到现在为止 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 包括Open Harmony的 这个生态设备 超过10亿 搭载Open Harmony的 这个生态产品 是广泛的用于工业 交通运输 医疗各个行业 今年 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 运动健康智能穿戴产品 占据中国市场份额第一名 与此同时 今年鸿蒙制行 四到八月份 连续五个月 蝉联中国高端市场 成交均价的第一名 问界M9 成为今年50万元以上 豪华车销量的第一名 在刚刚过去的月份 我们不仅是第一名 我们是在前20名里面 我们超过 除我们之外的 剩下的 这个前20名的总和 事实上 原生鸿蒙系统 一经推出 就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2024年1月 原生鸿蒙系统开发者 预览版开放申请 一经推出 就吸引了众多生态参与者 包括支付宝 京东 美团 B站 高德地图等在内的 多家头部合作伙伴 宣布加入鸿蒙原生应用生态 涵盖出行 社交 游戏 办公 购物 生活教育等18个领域 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 也在大力支持 鸿蒙生态的发展 今年3月2号 深圳市支持 开源鸿蒙原生应用发展 2024年行动计划印发 行动计划提出 到2024年底 深圳企业开发的 鸿蒙原生应用软件数量 占全国总量10%以上 深圳政务服务 教育医疗 银行金融 交通运输 生活保障 文旅体育等 各类垂直领域 实现鸿蒙原生应用软件 全覆盖等 五条具体发展目标 同时 在北京 广东 山西等全国各地 都在推进 与鸿蒙生态的深度融合 我们怎么从更深远的角度 来理解鸿蒙产生的价值和意义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 中国科学院 信息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 徐震 徐研究员 您怎么来看 我们第一次 就是真正的拥有了 这个完全自主可控的 这样一个移动操作系统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价值和意义 到底有多大 我们一直以来 老说自己 中国的IT产业 是缺心 缺心 这个操作系统生态的一种模式 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 实际上在鸿蒙之前 全球有不少的科技巨头都希望去建造这样的第三个这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那为什么鸿蒙 原生鸿蒙它能够站得住脚 我们这个第三的位置是怎么得到的 操作系统 在被制裁之前 它其实是有非常好的用户基础的 它有自己的芯片 然后呢也用的安卓 有APP 其实在这个原生鸿蒙之前呢 其实有一个版本是兼容安卓的鸿蒙 在这个版本上呢 成功的把这个数亿的用户 还有开发者迁移到了这个兼容鸿蒙的这个生态之下 然后这一轮的话呢 发布这个原生鸿蒙 就是成功的把这个用户 还有应用开发者迁移过来 这才是成功的根本所在 那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系统怎么去实现一个更广泛的应用 或者说就把这个生态圈打造的更大 这个关键点在哪里 其实毕竟这个 它的形态还是手机 是一个产品 OK那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它的应用性的问题 就是让用户 它要解决 好用 对吧 这是我们每天都在都在刷手机 然后呢 它不能比这个安卓或者苹果的手机用户体验差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手机承载了我们个人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里面放了我们大量的个人隐私 以及可能有一些这个自己的部门啊单位的应用 这个时候就必须解决好它的安全问题 所以这两块的话呢 是它必须解决好的这个根本所在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 然后你要想让大家更好的使用 它需要让这个应用的开发者或者企业组织的开发者 然后去在上面更容易的开发应用 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鼓励更多的这种应用的开发者来加入鸿蒙生态 或者说在更多的硬件的设备上去嵌入鸿蒙 我的理解啊 就是因为这个应用是这个真正吸引用户的核心所在 纯手机然后大家不会有那么大的意愿 所以说呢 你首先你要让这个应用开发者在这个生态中 他能获取自己的收益 同时的话呢 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保护好这个应用开发者的知识产权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的话呢 作为开发者可能就是现有的已经在生产状态 就是在这个真正的从业者 这是一部分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些大学生啊 然后甚至中学生 然后都培养成这个鸿蒙的开发者 然后这样的话呢 让应用开发者有更多 再有一点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开源鸿蒙的这个生态 现在已经比较红火了 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 您觉得未来我们的鸿蒙 是不是能够做到跟苹果安卓三分天下 或者说您怎么看待它的未来的这个竞争力 鸿蒙在国内的话呢 我个人以为 然后已经比较成功了 未来的这个真正的竞争是在海外 而在海外的竞争 其实核心还是生态问题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如何去让这个海外的开发者 真正愿意用到 用你的一个鸿蒙做应用 第二个的话呢 可能是本身涉及到一个国际化 就是你的品牌 如何让各国的用户接受 好的 谢谢 谢谢您 鸿蒙生态呢 不只是华为的独角戏 它需要我们千行万叶 共同来打造 鸿蒙初开 天地清 我们也期待它四海八荒 起万象 对